俄乌军事冲突爆发至今已有两月 如何看待当下局势进展 俄乌双方和谈前景如何 近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副院长叶海林 在接受中心社专访时表示 俄乌冲突爆发以来 战场的局势发展有两个想不到 第一个想不到就是俄军并没有用闪电站的方式试图解决问题 第二个大家想不到的就是 西方国家对这个俄罗斯的制裁 也没有产生这个根本性的这个结果 所以使得俄罗斯现在出现一种 在战场上它并不急于解决问题 这样的一个态势 叶海林认为 俄乌军事冲突第二阶段开始 重点集中在顿巴斯地区 而从俄乌双方目前的表态来讲 即使围绕顿巴斯地区的战事 俄罗斯打赢了 冲突也不会很快结束 如果西方国家继续支持乌克兰打回去的话 它还是能够打的 表面上看是地面俄乌双方的交战 那么这个交战它总会结束 不管是在顿巴斯定胜负 还是在其他地方定胜负 这个仗其实打不了太长时间 但是背后是美西方和俄罗斯的角力 这主要是在经济里面中的 这场战争继续以边打边谈的形势 进行下去的概率很大 叶海林认为 双方和谈前景 手机三方制衡 谈就是有明面上谈的和背后谈的 有公开谈的和这个私下谈的 有直接谈的和间接谈的 我想公开谈的直接谈的都不是决定性的 下下是私下谈的 尤其是间接谈的 是决定性的 就是美国和俄罗斯在乌克兰问题上 会以一种间接的方式来接触 相互去亮明底牌 试探底线 那么如果最后能达成一个双方都接受的结果 这场战争也有可能会结束 但仅就说乌克兰和俄罗斯政府 在这个直接和公开渠道上的交谈 很难取得决定性的成果 俄乌冲突对全球影响如何 叶海林表示 战事还在进行 当下不急于评论 而战争的结果 对于所谓的全球格局的影响 具有结构性意义 叶海林认为 在这场战争中 国际社会在劝和促谈方面 可以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同时也应注意避免犯错 当前的格局下 不拱火是最基本的 不添乱是最起码的 至于说能不能在独大城上劝和促谈 一方面要看国际社会的善意 不能在这里面选面战队 不能去轻易骑墙 另一方面也要看到 这个事情的起因 不能简单地界定为 2月24号以前或者是之后 整个俄乌冲突是有它历史的脉络和经纬了 那么随便选择一个时间段 把这个时间段作为这个事物的起点 这种看法本身就不客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